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还有个传说呢 说这龙头石雕是玄武大帝的玉琦 经常骑着它们到处巡视 正因为其神秘 有些信徒未表虔诚 每次来武当山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烧龙头香 他们认为在这里烧香可以上达天庭 通晓神灵 但烧着龙头香的确是非常不易的 下面万丈深渊不说 烧香的人要跪在窄窄的龙身上 爬到龙头香点燃香火 再跪着回来 少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毋庸置疑 坠崖殉命者不计其数 正因如此 在康熙十二年就萨令禁止烧龙头香 并立杯戒告 如今香客进龙头香仍是很有讲究 通过三寇九拜的仪式后将三只香分别插入龙首起端处的大香炉中即可 不用再冒险爬上龙身 这样就完成整个烧香过程 其实烧香只能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不能作为一种依赖 毕竟求人不如求己嘛 小伙伴们如此危险的香炉 你有勇气挑战一下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